很多人都觉得快递公司只是用来负责物流运输的 但实际上中国的物流公司还参与了一些军事活动 在前段时间中国空军后勤部的演练过程中 物流公司就利用了自己的无人机准时准点 并且十分快速地为前线战争运送了资源 而物流公司这个部队现在已经称为是中国神秘的幽灵部队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 军民一家亲能够为整个国家带来这么大的利益 真的是好事一件 在中国物流公司本来就是时间的代名词 很多人运送加级的快件时都会选择物流公司 当物流公司把这个优点运用到军事上 就可以及时地为前线战争前线士兵提供物资 满足整个战争需要 促进战争胜利 与此同时 军民同用 这一点不仅对军事有利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 还可以节省物资 当一个公司既可以为百姓提供服务 又可以为军事提供帮助 可谓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对于国家而言 有这么一个强大的民间公司为自己所用 说出去也是一种骄傲和自豪 物流公司平时用来赚钱 在战争的关键时刻 为解放军送装备 对于其他的民营企业来说 是一个领先者 是一个标榜人物 如果每个都可以像物流公司这样推行 那么中国不仅军事上得到很大的帮助 经济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当每一个公司都成为国家的一个队伍 那我们的国防实力将显著提升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